大家好,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关于flux,turbo,alpha,快速生成的这个lora 进行了一个工作流的一个分享 生成的图片质量还可以 那么今天主要是针对flux,turbo,alpha,lora模型 再进行一个升级 就是将我们生成的第一步的结果图呢 再进行细化和锐化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套工作流 我先生成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在生成过程当中 到这个极点,它会停下来 我们后面的这个生成流程呢 将无法再继续运行 因为在前面选择生成批次的时候呢 我是让它直接生成了两张 所以说在这里呢 它会在第一次采样生成结果之后 将生成了两张结果图展示出来 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选择其中一张比较好的 选择好之后呢 在图像的边缘会出现这种绿色的边框 这个时候你点击一下最下面的这个英文 就是选择好我们这个图像 继续往下走流程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继续往下走流程了 接下来的流程 它会走我们第二个采样器 去进行一个对图像 进行一个二次采样的一个生成结果 我们可以和第一次生成这个图像进行一个对比 二次采样生成的结果呢 人物看起来会比较油腻一些 发光会非常明显 而且头发也会变得更粗 增加了更多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感觉 主要是因为我们二次采样的时候呢 采用的是12步推理 是继续我们第一步采样器 八步推理之后呢 又增加了四步的推理 在模型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更改 我们使用这个节点 来使用1600乘以1500的这个像素呢 来对模型进行一个采样 并且使用Flux引导磁7.5的全昼 来进行提示磁引导 所以说它生成了一个比较油腻的一些 光泽感更强的一个图像效果 再往后呢 我们是使用最后一步 低高清放大的一个节点 来对图像进行高清处理 高清处理之后呢 这个图像的细节和锐化程度就更加增强了 大家可以看到皮肤的细腻程度呢 更加增强 光泽感更加油亮 我们缩小看这个图像的锐化程度非常高 如果你想让锐化程度更高一些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节点 将这个锐化程度呢 再继续增强 现在是使用0.3 你可以继续加高 锐化程度就会继续增强 如果大家觉得第二步的采样 觉得这个图像的逻腻啊 还有光子度太高 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图像的话 大家完全可以去使用我们第一步 采样生成的这张我们选中的 绿色边框的这张结果图呢 我们将结果图像直接去连接到最后一步 高清加锐化的这个处理 我们就略过 第二步采样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直接到最后一步 SD高级多放这个节点 去进行一个高清放大就行了 那么高清放大之后呢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 头发的发丝呢更为真实 皮肤质感也更为锐化和细腻 这张图像的高清和锐化程度就比较强了 更加真实 比我们第二步采样的图像呢 要更为真实一些 这看大家一个选择了 如果大家喜欢第二步的处理效果呢 就使用第二步的采样 如果不喜欢这种效果 我们就直接使用第一步连接到第三步 去进行一个高清处理 那么这就是对我们使用 Flux Turbo Alpha这个LORA模型呢 真实的结果 进行一个高清处理化的一个 高质量图像的一个呈现 在这个工作流里呢 主要是体现了这个节点的功能 可以通过第一步的生成的多个图像 来进行一个选择使用 并且可以让工作流的进度 进行一个暂停和开启 如果大家不需要让它暂停的话 直接可以在这里面选择 让它直接通过 它就不会暂停 直接通过 会进行最终的一个处理 我们呢可以在第二步采样的时候 将推理部署呢 可以为它再加高 可以为它再加高 比如说加到加高到20 最终推理部署呢 也选择20 我们从8步去推理到20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将推理部署加到20步 它生成的这个结果 就不是一个真人的一个效果了 完全就是一个 类似于手办的一个效果了 很强的绘画感和塑料感 如果大家需要这种效果的话 可以把推理部署加高 接下来它可以对我们第二步的这个 生成的像手办的图像进行一个高清放大 高清放大之后 这个光泽感和锐化程度增强 更加的像塑料了 好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就是如何让我们对FLAX快速LOR模型生成的图像 继续进行一个高清和放大的一个处理 只是经过更换提示词 生成的另一张图像 可以看到这个高清化处理之后的最终效果 这个猫的毛发非常的真实 还有人物身上铠甲的细节 质量相当的不错了 更换提示词之后 比如生成这种真实人物场景照片的这种效果 人物的皮肤质感非常的强 那么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 那么也请帮我的视频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分享再见